北约作为冷战的产物 本应在苏联解体时成为历史 上世纪90年代初 时任美国国务卿詹姆斯贝克 向苏联总统戈尔帕乔夫承诺 北约将不会向东扩张 哪怕是一英寸 作为乌克兰危机的始作俑者 和最大推手 美国主导北约 在1999年后的20多年里 搞了五轮动扩 北约成员国从16个增加为30个 向东推进1000多公里 直敌俄罗斯边境 一步步将俄罗斯逼到墙角 世界不需要新冷战 欧洲更不需要新冷战 乌克兰危机已经持续一个多月 国际社会绝大多数国家都希望劝和促谈 期盼尽快实现停火指战 本约理应对自身在欧洲安全问题 以及乌克兰危机中扮演的角色 进行反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 teil